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第一节的第一个希伯来字的第一个字母就是olive 第二节的第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就是bet 以此类推 所以第一节他说 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 如果照这个希伯来文的顺序是向着耶和华我的心高举 所以向着这个词 他的单字的第一个字母就是alive 我们再来看第一节 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 我的心原文是我的nefesh nefesh这个字呢 在旧月里面大量的出现 创世纪第一章 上帝创造所有的天上的飞鸟 地上的走兽 还有地上的人类 还有海里的鱼 都称呼他为nefesh 海亚nefesh就是会呼吸的这个生命 海亚就是活着的或是活的 所以呢上帝所创造的每一个生命都是nefesh 海亚 那在诗篇里面我们常常可以看到 这个nefesh会呼吸的生命 有时候会被翻译成心或是灵魂或是心灵 其他的原文就是生命 会呼吸的生命 耶和华我的nefesh 仰望你 仰望是高举的意思 在我们想起上一首诗篇 二十四篇不断的提到 就是我们要做一个不像虚妄的人 不像虚妄原文就是 不高举虚空的nefesh 然后在二十四篇不断提到 众臣们你们要抬起头来 永久的门户 你们要被举起来 这个都是高举的意思 代表说 生命中应该真正被我们高举的对象是谁 只有上帝 其他的都不配被我们高举 其他的都是受造物 都是nefesh 而这个不配被高举的nefesh里面 也包含我这个受造物 所以第一节说 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 我的神啊 我素来依靠你 就是我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一直依靠你的 谦卑的依靠你 求你不要叫我羞愧 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 我是一个依靠你的人 为什么我会羞愧呢 别人看我现在很羞愧 因为我的仇敌 他不断的胜过我 不断的欺压我 我的仇敌不断向我夸胜 仿佛我依靠你 仰望你 没有任何的功效 好像很丢脸 很羞愧这样子 凡等候你的 必不羞愧 我有那无故行奸诈的 必要羞愧 诗人在这边说 其实真正该羞愧的不是我 因为凡等候耶和华的人 他的结局 必不会羞愧 因为神灵是一个 公义审判的上帝 你也是一个 怜悯救赎的上帝 所以呢 你一定会拯救我的 所以真正到时候 会羞愧的是谁 那无故 就是无缘无故 不行真理 不按公义来对待我 那些行奸诈的人 向我夸胜的仇敌 你们最后 你们会羞愧 第四节 耶和华 求你将我的道指示我 将你的路 教训我 我们看到这个诗篇 常有这种对仗的句子 所以就是说 耶和华 求你将你的道路 来指示 教导我 求你 以你的真理 引导我 教训我 因为你是救我的神 你是救我生命的神 所以让我们看到 好像那个耶稣所说的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第四节第五节 让我们看见 在敌人不断压迫我们的时候 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 但是上帝 你的真理 就是我 唯一能够继续往前走的道路 我继续走这条路 我的结局 必不至于羞愧 因为你一定会 拯救我的生命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对神的真道 要持守 不论仇敌怎么样 向我们夸胜 我们坚持走神的道路 我们就活在真理里面 神必拯救我们的生命 到底 所以他说 因此呢 我终日等候你 为什么要终日等候你呢 代表你一直还没有完成 或是完全你对我的拯救 甚至从敌人来看 你根本还没有开始对我的拯救 所以我才会整天都在等候你 所以这个需要信心的功课 继续走在上帝的道路上 等候他来拯救我们 耶和华求你纪念 你的怜悯和慈爱 因为这是各恩古以来 所常有的 诗人开始来回忆 他个人 以及全人类的 蒙拯救的历史 当我们在患难中 坚忍 等候神的拯救出现的时刻 我们常常要去 把我们以前 上帝拯救我们的这些 生命的经历 他是我们的属灵存款 我们这时候就要 支取我们的属灵存款 要让他回忆 上帝真的是我 个人的救主 也是全人类的救主 也是圣经里面 很多这些信仰前辈们 他们所见证的那位救主 这可以帮助我们 在等候神拯救的时候 信心不至于消化 所以呢 我们要回忆个人 跟全人类的拯救历史 记得在患难中 要去支取你过去的 属灵的存款 第七节 求你不要纪念我 幼年的罪迁 和我的过犯 诗人也开始回忆 他个人蒙赦免 罪得赦免的历史 因为他知道 他继续仰望 等候神的结果 神来了 他就会施行拯救 他也会审判罪恶 所以那时候恶人要遭殃 仇敌会退后 但同时 这个诗人也提醒自己 要不断在神面前 不要犯罪 免得神来的时候 我因为受不了了 我就以恶报恶 用不讨神喜悦的方式 去报复我的仇敌 那我就跟恶人一样 一同被神治罪了 所以呢 神来的时候 除了是怜悯救赎我的神 神也要查看我 是不是一个公义 信 这个 这个义人 所以呢 我们这个时候 要在等候神 拯救的时候 也不断的求神 赦免我们的罪 保守我们的清洁 耶和华求你 因你的恩惠 按你的慈爱纪念我 因此不是求你 纪念我的罪 因为你已经赦免我的罪了 所以呢 让我继续坚持下去 不要与恶人同犯罪 然后呢 你是因着你对我的恩惠 就是恩典 还有你对我的慈爱 Hesed 就是守约之爱 来纪念我 而不是按照我 曾经也是软弱犯罪的人 来纪念我 第八节以后 他要宣告 等候的这位上帝 是值得等候的 等候他的人 必不至于羞愧 因为我的上帝 是一个必定守约的上帝 第八节 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 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 我过去也曾经软弱 但是神是良善正直的 他引导我走异路 使我不再走罪人的道路 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的人 将他的道教训他们 什么是谦卑的人 就是当神管教你 光照你的时候 你是一个受教的人 你就是一个谦卑的人 你就会愿意离开 你原本犯罪的道路 去走神的道路 第十节 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 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来对待他 诚实就是信实 就是神说话算话 所以呢 所有愿意来被神光照 谦卑 改走神的正道的人 他就会遵守跟神之间的约 那神也会守他跟我们所立的约 约这个事情他能够实现 他是双方都要去守约的 当我们在这个约里面 就是神光照我们的时候 我们愿意来走正道 这代表我们守约了 那神也会守他对我们的约定 神就是会赦免我们的过犯 并且以慈爱跟诚实来对待我们 十一节 耶和华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 因为我的罪重大 谁敬畏耶和华 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 这几节经文不断提醒我们 我们在受苦的时候 应当要小心留意 不要因为在等候神的过程中 忍耐不住了 就跟恶人一同去犯罪了 就用世界的方法来解决 我现在的困难 这样子最后等到耶和华出手的时候 你要留意 他出手可能就不是用慈爱的手环绕你 而是用管教和审判的手来定罪你 所以我们要很留意 我们一方面等候神的救赎 二方面求神保守我们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十二节 谁敬畏耶和华 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 这条道路就是赦罪的道路 就是蒙恩惠慈爱保守的道路 当然也就是平安的道路 因此呢 他必安然居住 他的后衣必承受地图 对比现在的困苦 诗人想到 我只要继续走在耶和华的道路上 我继续跟耶和华守约 耶和华是一个守约的神 他会继续对我守约 因此我的结局 一定是安然居住 我的后衣 也会怎么样承受地图 那谁不会安然居住呢 自夸的仇敌 谁会从这个地面上消失 以至于他没有后衣 可以承受地图呢 是那些不听神管教的恶人 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 亲密指的是做朋友 耶和华要与敬畏他的人 来做朋友 朋友之间就要把这个约守住 他必将自己的约来指示他们 所以第八节到第十四节 诗人再一次宣告 我的上帝是一个守约 诗慈爱的神 因此我也要靠着他给我的恩典 跟赦罪之恩 我也要来跟耶和华守约 我不走恶人的道路 我要继续等候神的拯救 结局就是我必不至于羞愧 等候神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十五节 诗人转眼又回到自己现在的光景 他也很担心 神如果不加添给他力量 他也很害怕自己会不会撑得下去 所以十五节以后转为哀歌的形式 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 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往里面拉出来 代表他要仰望耶和华 让他从敌人的陷阱里面 可以把脚抽出来 求你转向我 连续我 因为我是孤独困苦 我心里的愁苦甚多 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 在第五节讲到说 我终日等候你 代表我一整天都在等候你的拯救 所以求你快快的来转向我 免得我支撑不下去了 我愿意走你的道 可是求你快快拯救我 因为我现在的情形 非常的困苦 我的患难非常的大 求你转向我 连续我 不要不理会我 十八节 求你看顾我的困苦 我的艰难 赦免我一切的罪 不仅求神赶快伸手来拯救我 并且不断地保持在神面前的清洁 祂的心也在神的面前保持圣洁 远离罪恶 十九节 求你查看我的仇敌 因为他们人多 并且痛痛地恨我 原本是以不公平的恨来恨我 求神转向我 不仅看顾我的困苦 也求神来查看我的仇敌 他们的不公不义 他们仗着势力 庞大 人很多 就以不公平的恨 无故的来恨我 二十节求你保护我的性命 搭救我 使我不致羞愧 因为我投靠你 诗篇常常有一个现象 就是做结论的时候 会呼应一开头他的诉求 因此这边说 真的是 我最后结局是不致羞愧 因为我是一个投靠你的人 你一定会保护我的生命 会搭救我的 如同一开始所说的 我的神啊 我素来倚靠你 求你不要叫我羞愧 凡等候你的 必不羞愧 唯有那无故行奸诈 向我夸胜的仇敌 他们最后必要羞愧 所以就回应了 诗篇二十五篇 一开始诗人的宣告 在这个 这种诗里面 他会 一开始会先 这个宣告 我的心要怎么样 仰望神 接下来就会讲 就是说 我来回忆过去 我的这位神 是怎么样对待我 拯救我 所以我相信 接下来我也很快就会经历到 他再一次这样的 来对待我 拯救我 那 通常这个诗也会发展 说 我在等候他的过程当中 求神坚定我的心 不要让我随从恶人去犯罪 然后接下来他会用挨戈的形式说 求神赶快转向我 免得我支撑不下去 最后他的结尾 通常就呼应诗篇一开始的诉求 所以这边也是诉求说 托靠你人 必不至于羞愧 二十一节 愿存权正直保守我 愿上帝你那边 你用你的存权跟正直 保守我的心呢 使我不像恶人一样去犯罪 让我不要走偏了路 因为我等候你 等候真的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 等候不仅是等候上帝出手拯救 也等候着神保守我们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神啊求你救赎以色列 救他脱离一切的愁苦 我们看见这个 他最后再次呼吁神 求神的拯救 数数领导 脱离一切的苦难 我们一起来祷告 是的主 仰望你的人 必不至于羞愧 但等候你的过程 是一个生命跟信心的 考验和磨炼 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不断去回忆 你一路上的拯救 和赦免 让我们再次相信 你是一位怎么样的神 你是一个守约 施慈爱的神 所以我相信这一次 你也不会抛弃我 因此求你保守我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不叫我的心思意念 跟恶人一样去作恶了 我必等候到你的拯救 我必不至于羞愧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